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节主要想和大家讲一些考古的发言 这个考古不是文化上的考古 我特别挑选了一些和能源采矿的考古 和生物上的考古 有些消息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是这样的 现在在阿尔巴尼亚一个很旧的矿床里面 他们的矿是主要是开采Cromium 这种金属 这种Cromium金属 其实在很多的玉石里面 会有这种矿 另外就是很多家庭电器 尤其是电饭煲 很多时候都会用到这种矿产 其中一个很大的产区 就是在欧洲的地方 其实你知欧洲的矿产是多的 而很多时候的矿床 例如和核元素有关的金属 无论是稀土或是重金属 其实是多的 只不过在我们的视野中 是比较少留意的 在这里来说 我不是要开采金属的矿 而是去关乎一个能源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看过我们节目 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的一件事 就是在未来 我们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就是开采氢气 我们现在知道的 我们开采地球上的碳氢原料 我们譬如有固体煤 液体就是石油 气体就是天然气 而对于石油和天然气 我们可以把它分层蒸陋的时候 可以将一些比较重的气体 和轻的气体再分开 甚至乎天然气 除了有些沼气甲丸 一些比较轻的气体之外 其实最轻最轻是有些氢气 我们都知道的氢气 就是一个极度易燃 甚至乎是爆炸性的气体 因为它的化学反应很激烈 激烈到一个地步 不能只用燃烧来形容 它是一个爆炸 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烧氢气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不会有任何二氧化碳产生出来 所以我们现实的社会里面 我们有时会考虑到 可不可以轻轻能源的车 甚至轻能源的飞机 那当然这个氢你产生的话 就是要由一些绿色能源去产生它 比如说我由太阳能那里 去转化成电能 由那些电能去帮我把水去电解 那水电解的时候 一边出到氢气一边出到氧气 就由绿色能源帮我拿出氢气 然后再把它放在飞机上去燃烧 就可以是一个绿色能源 那氢气能源走入我们的冷链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很受制于 我们的绿色能源产生的效能 但是在最近 其实在地质学研究上 越来越多一个说法就是 其实我们的地球原来寻藏很多氢气 在这里 而且在说那些氢气 不是化合了其他东西的氢气 而是真的一些 纯粹的氢气 很多时候就是以一个天然气形式 就储存了下来 有人会说 我们开采天然气的时候 拿到那些氢气 那里有氢气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全量都不会多得去哪里 但是其实越来越多发现 去估计 似乎如果地球上 那些氢气 我们能够找得好 就是说我尽量是 截约成本的情况之下 去探求开采它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低成本的方法 不需要用绿色能源 直接在地球上 打个洞出来 好像饮管那样去引它出来 这就非常好处 你还要记得 氢气本身 你都不用加压力 它基本上自己就是 会走向上升的一样东西 所以你找到那个位置 然后真的把洞 基本上你就可以拿到氢气出来 问题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 绑也容易 实际要去哪里找呢 其实原来这次在阿尔巴尼亚的发现 其实就是 给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其他的地质学家 或者开采能源的人 未来 我们怎样去用一些什么的线索 去收窄个范围 去找这些天然的氢气 原来它在这里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它是找一个在过去已经存在的 一个金属 线索的鉱 这个鉱 这个鉱基本上就 太浓了 但是在这个鉱床内 一路转了到地心 它经历过一些 比较重要的岩层 原来在那些岩层里面 也不是很熟 它里面找到一些线索 找到一些指标的线索 告诉你 原来你随着这些方向 就可以找到氢气了 原来他发现这个矿有一个值得高兴的问题 矿一直很容易积聚了很多氢气 对于开采矿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 因为有什么火花燃烧随时令整个矿爆 我们也知道在地上的下水道工作的人很怕沼气 因为对于呼吸有毒会被烤死人 另外就是会爆炸的 一旦有什么火花有些电的东西在里面用的时候 就会引爆了就对性命有危险 对于采矿也是一样 如果那里有很多天然气 有些沼气有些氢气多的时候一爆 你不引走它的话 那一爆就会很大问题 所以对于很多的采矿行业 这些二燃气体是尽量排除的 但是这个已经不太用的矿 但如果里面不停地发现很容易有氢气累积的时候 那就拍烂手掌了 随时可以直接在这里采集到这些氢气 就可以用来用的 甚至乎是说 如果在里面再找到一些很独特的讯号 在里面的结构 哪些地方就是氢气的来源呢 原来在里面的矿里面 再找到很多地下水源 可以通到里面的天然气 是直接有些泡泡走出来的气体 就直接是氢气 就是在矿里面 你会发觉很多时候都会看到 挖到一些地下水源 然后甚至有些地下水源下面 不停有泡泡走出来 而那些气体不是普通的气体 甚至乎是天然气 而在这个例子里面 是特别容易找到氢气的 那现在就是说 会不会是透过今次的探索 就是启示到我们 未来原来可以很多地方 很容易是随手可得 是拿到氢气 是给我们去使用的呢 那于是乎 这种绿色的能源 如果可以随手可得 而且运藏量是大的时候的话 往往就是我们省了我们的工夫 来去不用那么优秀 去怎样用绿色能源去制造氢气 而是直接根本上 就是一些我们已经开发过的地方 直接引氢气出来 那会不会是一个 其中一个提供的 一个比较大 储存量的结症能源 亦都可以未来会出现呢 那这个就留待大家 在未来再留意了 那另外这一节 又有第二个 都挺有趣的 在生物学上的考古发现 和大家分享的 那这个发现 主要是由中国科学院 他们在做这些人类学 和这些化石考古里 一个我都认为很重要的贡献 那其中这个 和一个我们老生上谈的问题 很有关 如果跟随着我们人类 现代智人 去跟随着一个演化 有个比较远早 就是一些直立 直立的原始人 就是用两脚行走的原始人 再追远一点 就是可能是一些 一些猿猴 这些比较 更加早 都是四脚爬爬的 一些灵长类动物 那中间是否经历了一个阶段 就是由灵长类动物 四脚爬爬 然后就变了爬树 然后就慢慢发展到 两脚爬 大家看到画面的 右下角 那里就有这样的图 我们就认为 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漫长时间 它是由一个 四脚爬爬的 灵长类 慢慢就越来越少用手 然后就 最后就 完全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两脚 行走 甚至乎跑步 那我们甚至乎有人讨论过 其实有演化上的优势 因为这样 我们就可以空了两个手 出来去做其他东西 就不是四脚 就是四脚 只是拿来 是为了行走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拿着东西 我们甚至乎可以 去挡住一些东西 甚至乎可以是 我们现在的现代社会 脚就拿来支撑着我们身体 手就拿来做手作仔 找食 是不是 那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演化优势 呢 但你也要留意 那这个过程在哪里 我们今时今日就很清楚 我们有双手可以去做事 只脚去走路 就是特别 方便找到食的 如果我们四脚都在地上爬 呢 我们就少很多 找食机会了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结构 是方便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找食的 OK 那中国科学院 这次去其中一个考古的手段 它是协助 建立了另一个进路 来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而解答出来的答案 就跟我们现在画面上 左下角看到的图画 是有少少出入的 那似乎是应该 我们找到一个更加精确的答案 那件事就是这样的 中国科学院 它收集了很多 在中国大陆找到的 这些这样的 灵长类动物 甚至乎是 人 猿 和就是比较靠近 现代智人 原始人 这些物种的化石 尤其是在他们的头骨里 找他们的耳窝 那个耳骨 留下来的残跡 OK 为什么这件事关系呢 其实大家要留意 我们那个人 平衡到 当然跟我们的脑部发展有关 但其中一个 我们身体上 去感知这个周围 就是三围空间环境 一个很重要的装置 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内耳里的耳窝 上面有几条管 你看到 我头壳顶上的 那图的耳窝不同的摆法 上面 分别有三个方向的一条管 这些管里面 有一些液体 而且管内壁 有一些绒毛 有一些细胞 那些管流动 如果一个人 突然之间 向左转 向右转 突然之间 向后 打关斗 上下的空间 其实 当你这样 去改变你身体的状态 的时候 就令到你内耳里面 那几条管 里面的液体 和管道里面的绒毛 有一个相对的运动 于是刺激到神经 这些神经信号 发送到脑部的时候 就和我们分析 究竟我们转左了 转右了 是我们的空间定向 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于是令到我们发展平衡力 很重要 甚至乎 对于有朋友 如果是开飞机的 你内耳的讯号 就很容易 分析得很好了 而且我们 基因上的发展 就令到男性 在这些空间里 定位的能力 比女性强 当然我们也看到 女性驾驶很厉害 一样都有 但相对来说 天分在这里 比男性强了一点 这件事是有一个 生物学上的根据 可以有积可塵 而中国科学院 他们的研究人员 根据了内耳的功能 尝试去考证一下 各种由灵长类 猿人 到智人的内耳 流下来的化石残跡 去看他们的结构 改变是怎样 他们认为 其实这个内耳的结构 反映到这座物种 本身的空间上的 平衡能力强不强 到了发展 我们到现代智人的耳窝 其实就代表着 越接近现代智人的耳窝 结构 其实越代表着 他有一种 两脚走的能力 就是平衡力 四脚走的时候 对平衡的要求 没有那么高 这个不难理解 你开一辆四辆车的车 如果我不是说 你摸现在的汽油车 你纯粹是一个脚踏车 你是四辆车 你要平衡 一定比你踩两辆车 甚至乎 如果你认识 有人玩习技 踩单轮车 更加难学 所以你是一些 两脚走的时候 对于你的平衡力 要求更加高 现在他们找到 一个由 以窝的形状去考证 他给出来 现代智人走向 两脚走的图像 有一个新的路径 新的故事去说出来 在灵长类圆后的状态的时候 当然有四脚爬爬的能力 但因为他们想 在树和树之间 更加方便去游走 他们就更加多 发展了两只手 你也知道 猴子好 圆后好 他们那种 从一棵树 爬到另一棵树 像泰山那样 用手就可以了 不是很用脚的 脚可能帮他抓住 树干的功能更加高 当然他们落到地的时候 也有行走的功能 就是四脚爬爬 但在树上的时候 就是靠那两只手 它拼来拼去 这是第一阶段 但是中间就过渡了另一个阶段 就是说 他们的手的发展出来 这个灵活能力 是令到他们 在一些比较矮的树 到了他们在一个矮的树 去贴地行走的时候 就像一个小孩 可以有一些东西 一路抓住 令到他们两个脚一路走 就令到他们 那两只手 就不再放在地上 就可以拿来 放在树枝上 拉住树枝 令到那两只脚 继续走 于是乎 它运动起来的灵活程度 又多了一种的选择 好了 于是乎 如果内耳的耳窩 已经有一个优势 一直累积下去发展的时候 令到他们那种 可以越来越少依赖手 但是更多依赖脚去走 的能力就会高了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会发觉 跟小孩一样的 原本四脚爬爬 是不是 到了他的脚有力的时候 他站在那里 就慢慢还要扶着东西走 到了再有力一点的时候 原来不需要一只手去扶 可以一只手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再需要扶着东西 就两只脚走 然后当然了 去到那个圆人 到了慢慢 终于就是说 有直立人的阶段 就是他不再需要像那些长臂园 一只手再要捉住那么多东西 他已经有那个 脚的肌肉发展成熟 以及内耳的耳窝 里面的发展成熟 令到可以驾驭到 用两只脚走路 那就是真的走向直立人 成熟的阶段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故事 是可靠一点的 因为你原先好像这个画面 那个左下角的图里面 你是完全没有解释到 它是如何和环境 如何相互作用 由一个阶段 为什么要过去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世界上看到很多其他物种 继续保持四脚爬爬 是不是 就是猫啊狗的继续是这样的 是不是 它们不会有个需要 是去发展了一只手 但是当然也有生物 就是可能依赖多些 就是脚还脚 手还手 有的也都有的 OK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有了这个 就是 古代的灵长类 再有长臂缘 再结合我们现在的直立人 和现代之人 你都很容易 随着了他的生活习惯 和那个环境 是解释了一个故事 而且就多了一个 那个内耳的化石证据 在这里印证了这个东西 所以呢 就是似乎 现在看到 今次这个发现 就比较提供到一个 好似完整点的故事 结合到各方面 不同的特质 去说了一个 就是说 人类 现代智人 怎样 是忠于走向直立行走的故事 的原由 就比较解释了出来 我们四节科学新知的内容 就完结了 我们继续 第下一节 就有这个科学回忆录